大家好,我是Stan 将她带到一位朋友的家中 并与另一名男性共通了她 世外女性在报警后对赶来现场的警方表示 她在睡着后醒来 就听到了相机的拍摄音 之后就被两个人做了坏事 而接到报警电话来到现场的警方 想要确认现场的时候 这位网红翰另一个人没有给警方开门 结果是在消防队员出动后 强行打开了门 负责调查此案的首尔江南警察局 在12月10号将网红翰共犯逮捕后 15号以特殊遇某NN罪名 将他们移送检方了 特殊遇某NN 指的是两人以上对精神或身体出于弱势 而无法抵抗的人进行坏事 是可被判处7年以上的重刑 据了解这位网红在调查过程中声称 是与受害者说好后发生的关系 而警方也调查了偷拍的指控 但在网红等人的手机中并没有发现证据 所以对此件决定不提起公诉 之后检方在12月21号 对他们进行了逮捕起诉 一闪将在明年1月17号召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就算打了马赛克也是很熟悉的身影 真的太受到冲击了 偷拍是不是在不给警察开门的时候删除了 等消防员到达时间是足够的 而且如果真的是在双方同意下发生关系 是在担心什么而不给开门呢 愚蠢的家伙本来因为出名就可以自然的遇到好人 真是太愚蠢了 他这种人有youtube1100万订阅? 我怎么不认识他? 看新闻才知道 真的是有趣的事件 那个人的母亲也常常一起拍片 他可能会因为丢脸而不敢在外面露面吧 我真的觉得韩国很糟糕 为什么艺人只要稍微做错一点事情就会被公开 而这些严重犯罪者 却都是以A某的身份被隐藏 他们的脸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因为我经常看那个频道 所以感到很心痛 没有偷拍的证据 目前也没有证明他有罪 所以希望大家能保持中立 对于超超人气网红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哪里 在哪里 宁匿 在哪里 很 Why 我 很 Zither Harp